生命之权,诗篇23篇疫情后的洞察与应用 在我们面对COVID-19疫情的影响时 大卫撰写的诗篇23篇为我们带来了无比的安慰和鼓舞 通过这篇诗篇,大卫不仅表现出他作为牧羊人的经历 还展示了他在面对困难时的反思 在这篇诗篇中,大卫描述了如何在神的引导下克服困难 找到生命的活权 在诗篇23篇中,大卫将神描绘成牧羊人,表达他的爱与关怀 神带领大卫在青草地上安歇,并在净水边恢复他的灵魂 在这充满挑战的时期,我们可以从诗篇23篇汲取力量 学会在属灵生活中依赖神 通过深入研究诗篇23篇的历史和背景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在我们属灵生活中的应用 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神总是在我们身颠,引领我们走出困境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于2023年5月5日宣布 新冠病毒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结束 我们要感谢神在疫情期间的保守 我们必须继续坚定我们的信仰 并在生活中实践神的爱 疫情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 并强调了信仰的重要性 在这个时刻,疫情结束之际 让我们向神表达感激之情 并相互鼓励继续走在信仰的道路上 院士篇23篇的教导成为我们人生旅程中的指引之光 帮助我们在神的同在下茁壮成长